再来又看到的是有小偷偷走了神像 但是理由让庙方是哭笑不得 华联副理箱一间公庙 有窃贼宣称说 向神明指导请示 神明同意之后 将神像搬回家来供奉 一口气偷走公庙当中22尊神像 还好远景调阅了监视器以车追人 顺利找到嫌犯的住所 将神像安全地送回公庙 远景来到窃贼住所要求进屋查看 因为这名男子涉嫌窃取公庙神像 进到屋内远景大吃一惊 因为桌上摆着好几尊神像 一鼠竟发现窃贼偷走22尊神像 数量之多让人不敢相信 花联副理箱一间公庙 上个月19号报案 庙里22尊神像遭窃 远景调阅监视器 发现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来来回回 进出公庙行进诡异 马上以车追人 成功找到窃贼住所 而男子搬走多尊神像 宣称是因为有向神明寝室 同一后才带回家供奉 理由让人哭笑不得 索性远景远景迅速逮人向神明请示后将多尊神像顺利安全送回公庙 记者神经验花联报道